《心情演繹》 接下來的這位朋友 《心情演繹》 聽聽他是誰 Mr. Eric Clark Mr. Ironman 我是你的好朋友 師兄劉浩龍 我想在這裡 衷心地跟你表白我的愛意 很記得 在大概四年前 我們在一個朋友的家居 的花園裡 聊了很長很長的故事 而這個故事 你用了一天 寫了一首歌給我 而那首歌 我當時是不得到錄用的 經過兩年的時間 公司終於錄用這首歌 最後出現了 《難命鴛鴦》這首歌 為什麼我要這麼愛你呢? 就是因為 我的第一次 已經交給你了 這個第一次 就是我有機會 上台 拿金曲獎 所以Eric 很感謝你 陪我走上這個台 也很感謝你 給了你最好的東西 我希望 你以後 都可以一樣 送這麼多好東西給我 繼續跟我過這麼多 溫馨的日子 I love you 好笑可有的男人 這麼主動跟你說 I love you Eric 最好笑的就是 因為我們 電話裡面有group group chat 我每天都跟師兄聊天 我聽到這把聲音 我就覺得 為甚麼我的電話都開了 不過 有些 其實他這個聲音 其實就 我告訴你 為甚麼他的聲音 他以為我是 傭小姐 不是 因為他真的不能說 這段聲帶 是今早早 是嗎 5點3 看完球的時候 不是 他今早 不是開電影 昨天拍攝完電影之後 他很有心 就刻意錄你給你 新鮮滅熱辣 所以這條聲帶是 但是後面的音樂 好像 夜總會 我喜歡後面的音樂 師兄是一個很感性的人 這個 這首歌 其實如果他當年 沒有說到的故事給我聽 我是寫不到給他的 所以其實是他自己送給他自己 這個獎 他要開了那個心 跟我說真話 他真的有哭到的 那一次 我很感動 所以回到家 就馬上寫了 《難命鴛鴦》這首歌 但最好笑的是 這首歌 當年他們唱片公司 是同一班人 就覺得不好 三年後再聽回 同一班人 好像是新歌 挺好聽的 那就用了 所以有時候的東西 真的很講天時地地 原份 那時候 找不到 完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